在这大时间,日本是发生了30年来,三严重的欠米总控。 台南在地美少都跟市府来合作将友调的台南好米外销交到日本。 二十个上午是基盘了逢贵二十,这逐中外销2400档, 在最扩大台南好米的外销通路。 台南生产的粥米在国内是相当的第一名,在地美业也要做提供。 这次因为日本发生欠米的财政,雅价也持续外销台南的好米全国日本。 这次有过要外销2400公吨,对雅价来说也是一个较大外销市场的好机会。 我们这一次9月份到明年2月份主要外销的品种是台南11号, 那这一次总共有大约2700公吨的白米要到日本去。 那确实啊,这一次日本缺粮啊,那其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机会啦。 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跟,早就已经跟日本这一边, 还有贸易商这边已经确认好一些细节, 我们只是提前作业,其实我们没有料想到是缺粮的问题。 但是至少日本这一边出现状况啊, 台湾能够帮忙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这样子。 这一边外销日本农业就要这一边来做, 二十号上午市场的委屈请主持主持红贵一席, 市场的市场的市场来做行销台南農地产品, 为农民情绪更大的市场。 现在的台湾米由于品质好, 获得日本的消费者的喜爱, 能够顺利的销售到日本去。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中央农业部, 还有地方我们农业局,还有农会的支持, 还有许多好朋友的支持。 那也感谢我们红仓年米厂, 能够成功跟日本签约, 那这个部分,这个经验还要持续下去。 一方面台日友好, 一方面台湾优质的水果已经销售到日本, 现在连台湾的好米,台南的好米也都能销售到日本。 我们非常感谢红仓年米厂。 这段华销的品质是台湾11河, 除了品质油粮,山粮也是相当的稳定, 是台湾农业技术的新个子, 透过华销日本, 也提升台南好米的地面土, 让农民可以提升他们的收入。 既然国际演员区,蔡英伯德。 和农民演员区,蔡英伯德。 和农民演员区,蔡英伯德。